我没有特别的才能,只有强烈的好奇心,永远保持好奇心的人是永远进步的人。 爱因斯坦文,LTL图片,花瓣网在自己身边,遇见很多年龄不大但却经常自愈为老人家的年轻人。 当我问起他们近期有何规划,业余时间有何爱好时,他们都茫然以对,我所看到的是,他们大都没有对未来很好的筹划,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吃和玩乐上。 所以,当与他们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对话时,我观察到的是,他们眼神的五彩和内心的灰暗,眼神的五彩说明他们对生活缺乏期待,盲目的看着春来灯往,内心的灰暗说明他们对生命缺乏好奇,机械语的顺着本能混逝度日。 其实,生命每一天都可以有不同的体验,大多数人之所以觉得生活乏味,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,既有的生活轨迹,不能以年轻的心去拥抱生活,以好奇的心去照亮灵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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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